第九百二十集 丁丁就算在目呢 也听得出荣誉金是什么意思 分手这段时间以来 她每天都在煎熬 用尽一切办法 抵挡分分秒秒都会崩溃的情绪 她从没想过 荣誉金会主动给她抵台阶 包间里 落针可闻 不知过了多久 丁丁开口 金哥 谢谢你永远站在我的角度替我着想 这几年 也一直在照顾我的情绪 身边人分手都闹得不欢而散 所以我更感谢你 能让我们之间这么体面 说真心话 我还喜欢你 这些天 我心里没有一刻平静过 特别难受的时候 我就问自己 后悔吗 丁丁眼前蒙着一层薄薄的水雾 微顿 她直视荣誉金的眼睛 尚算平静地回 我竟然不后悔 两人四目相对 荣誉金以为丁丁下一秒就会哭出来 可她理智地说 我还喜欢你 但我特别讨厌不知道怎么喜欢你的自己 你常说 人最应该爱的就是自己 我连自己都不喜欢 还怎么去喜欢别人 荣誉金 抿着好看的嘴唇 一言不发 跟丁丁在一起的时候 大多数是她说 她听 很少像这样 整个空间里只有丁丁的声音 一瞬间 荣誉金觉得丁丁有些陌生 但又莫名的有些熟悉 黄神片刻才后知后觉 她看丁丁是在照镜子 她还是她的模样 可骨子里却流动着她灌输给她的信念 丁丁不知荣誉金心里想什么 她悟自道 对不起金哥 上次没有好好地跟你道个歉 没打招呼就喜欢你的人是我 现在没打招呼要分手的人也是我 你一直都是你 从来没有变过 变的人是我 所以你千万不要跟我说对不起 该说对不起的人是我 对不起写着爱她的旗号 使她平白无故多了很多烦恼 多了很多责任和压力 甚至多了很多莫须有的罪名 她用几年时间得出一个结论 她跟荣誉金之间不合适 那荣誉金呢 她得到了什么 丁丁甚至愧疚 不会再给自己成为别人包袱的机会 荣誉金已经沉默两久 忠实开口 你总想变成更好的样子 总觉得更好才是更配 但两个人在一起 不是互翻底台 外人才会比大小 自己人只看你缺什么 我能补什么 丁丁眼泪掉下来 她没有抬手擦 出声说 但我受不了一直都是你给我 可能所有人都觉得是我想太多 有的时候我也想让自己不要想这么多 但我的心就是这么长的 我没办法跟自己合计 荣誉金知道丁丁是个执拗的人 她试图说服她 她却一直在拒绝 丁丁不是真傻 早就听出荣誉金的言外之意 她主动呢 金哥 你这些年的照顾 我会一辈子记得 也会记得我今天当着你的面说不后悔 我没想过你还能跟我提这件事 有你这句话 我真的不后悔了 我光不后悔 还一点遗憾都没有 能认识你 是我这辈子最幸运 也最幸福的事 她看着荣誉金 朝着她努力微笑 即便看不清楚 可说的话都是真心实意的 荣誉金分过无数次的手 从没在分手后还企图复合的 丁丁是第一个 她以为自己不会做的事 还是做了 可丁丁却拒绝得很是干脆 她口口声声说 她给了她体面 如今是她在给她体面 心底百感交集 荣誉金勾起唇脚 但笑着说 你能这么想 我就真的放心了 丁丁点头认真的 你放心吧 我肯定能照顾好自己 这些年跟着明老师和你们 耳濡目染 傻子都能变聪明 荣誉金灭不改色地说 我还是那句话 永远把自己放在第一位 我心里摆在自己前面的人有很多 你 明老师 特殊情况下 荣浩和嘉定 我都会摆在前面 你放心 我不会盲目地付出 能让我摆在自己前面的人 也都是我觉得值得的人 荣誉金心说 把她和敏江西 荣浩 秦嘉定 拉横排 就差点名到信地告诉她 不再是爱情 而是友情 和亲情了 丁丁不会绕弯子说话 说的都是真心话 正因为这样 荣誉金才更加窝心 她早知道没有亘古不变 但丁丁也变了 她还是有些难以接受 话说到这个份上 荣誉金不会再乱人心智 干脆了当地说 嗯 无论到了哪儿 永远记得 你身后还有这群朋友 我们就是你的后盾 我会努力 希望有一天大家提到我 不再是担心 而是觉得有安全感 一定会的 一顿饭结束 荣誉金还开车 带着丁丁去宠物医院 看了顺子 顺子精神头 比前两天好多了 看到丁丁也很开心 窜到她怀里 喵喵地叫 丁丁摸着她的头 惯常念叨 你可真有意思啊 忘了前半生 在外漂泊的日子了 还得床胃炎 好意思吗 顺子也不知道 屁没听懂 反正 呲牙喵了一嗓子 丁丁又嘱咐 回去告诉第一啊 你俩以后多多注意身体 别动不动就这有病那有病的 浪费钱 还浪费时间 人家病都没好 你别给她这么大的压力 万一着急又吐了 再不敲打两句 她都快忘了自己是谁了 等到了德国那边 有空发视频 没事常提醒 丁丁一本正经 那怕是要不了多久啊 他们真会自己学着挂视频 两人一猫 盘笑风生 看着像情侣 蛛丝马迹间 又像是好朋友 出了宠物店 丁丁执意自己回学校 容易经也没强求 两人就此分道扬镳 容易经今天 没有开那辆粉红色的大志 怕丁丁觉得 她是在分手快乐 可要是如此 她还是没能复合成功 坐在车里 容易经扯出一抹自嘲的笑 到底是世道真的变了 还是她自信了太久 真以为这世上 有离不开她的人 丁丁用实际行动证明 不光甩你 还拒绝你的暗示 于容易经而言 她做了人生第一次做的事 比起意料之外 更多的 还是真要失去的落空感 她知道丁丁心里 也不会好受 只是人最难做的 就是感同身受 她永远也不会知道 丁丁而言 刚才拒绝容易经的复合 是在她身上 又刮了一层皮 她要用尽多少的理智 才能抵挡这样的诱惑 要用多少次心酸的回放 才能拒绝幻想中的未来 如果说跟容易经体分手 是她第一次戒毒 那么刚刚她就是在拒绝复吸 比第一次还难受千万倍 坐在计程车后座 丁丁侧头看着窗外 不用再伪装镇定 任由眼泪肆已流下 攥紧拳头 她还是成长了 最起码安静 不再费力 车停在深大后门 丁丁下车时 眼泪早已擦干 特意买了几样刘雨婷 和周琦喜欢吃的东西 一起带回去 下午上完课 丁丁被洗礼叫走 确定了这个礼拜 会去德国 做了太久的心理建设 这会儿反倒是不痛不痒 顶多也就是千疮百孔上 又多了一道 无所谓 只不过丁丁没想到 她会接到欧阳清 打来的电话 欧阳清在电话里 开门尖山 你这孩子 要出国读书 也不跟我打声招呼 是想不声不响的走吗 丁丁确有此意 被戳穿后尴尬无比 这种情绪 一直延续到 跟欧阳清面对面 坐在饭店里 对不起阿姨 没有提前跟您打招呼 丁丁不敢抬头 看欧阳清的眼睛 我要不是偶然听说 你在出国的名单里 还真不知道有这事 阿姨和荣浩都没跟我提起过 丁丁嘴灼 连句找台阶的话都说不出来 欧阳清也没让弯子 跟阿姨 闹别扭了 丁丁硬着头皮回 我跟金哥分开了 欧阳清 情绪稳定 什么时候的事 快半个月了 说吧 不等欧阳清闻 丁丁自古道 我出国不是因为金哥 我们两个也没闹别扭 就是正常分手 金哥没做错任何事 是我提到 我想出国留学 我从来没在你嘴里 听到他半句不好的话 搞得我这个当妈的 都有些怀疑 他真像你说的这么好吗 金哥真的很好 不是他的问题 是我自己发现 我们两个不合适 还耽误金哥这么久 所以不好意思 跟您当面告别 你没跟他在一起 之前我们就认识 不能因为你跟他 谈过一段恋爱 就连我这个阿姨 也不认了吧 丁丁把头捶得更低 恨不得原地 挖个地洞钻进去 今天我来找你 也不是因为他 单纯是因为 我们俩的私交 不管你跟阿京 是什么关系 我都是把你 当干女儿一样 丁丁插那间鼻孙 心软的同时 又无比地讨厌自己 别说八面玲珑 她好像连正面的人际交往 都处理不了 万语千言 丁丁也只能道歉 对不起阿姨 没什么好道歉的 我能理解你的心情 听说你在出国的名单上 我第一反应就是 你跟阿静出了什么问题 他不着调 我不想跟他聊 我只想听听你的心里话 你有什么事啊 别放在心里 跟我说 阿姨给你做主 啊 第九百二十一集 丁丁赶忙抬起头 满脸诚恳地回答 阿姨 真不关金哥的事 这几年他一直很照顾我 也从来没有让我受过一点委屈 是我自己的问题 我觉得我跟金哥不太合适 再在一起也只是耗费他的时间 我还胡思乱想 与其拖到两个人都精疲力竭 不如趁早止损 该是上学的年纪 就多读点书 好不容易才考上的升大 不能白白浪费 大家花在我身上的精力和心血啊 欧阳清文言 停顿片刻 才开口 感情上 没有一个人的过错 哪怕你把他摘得再干净 我自己的儿子 我心里有数 他这个人呢 很容易招女孩子喜欢 不说肤浅地看家事看脸 他本身性格就这样 对谁都好 能照顾到每个人的心情 会让人产生一种 被照顾的错觉 但爱情要的是一对一 不是你对我跟对所有人都一样 更何况 他又不结婚 不要孩子 光是这两点 就没几个女人受得了的 丁丁很想逢人 但是张不开嘴 所谓知子莫若母 欧阳清的三言两语 说的都是丁丁的痛点 虽然呢 现在说这些话晚了点 但我把你当干女儿 有些话 该说的还是要说 当初你们瞒着我在一起 其实我是不赞同的 只是没办法 我也是从你这个年纪过来的 知道特别喜欢一个人的滋味 那是不得到 就瘋魔的折磨 不怪你 只怪阿金不懂事 他明知道自己能给到哪一步 也明知道 你最后要的是什么 但还是往下走了这一步 搞得你没办法跟我亲近 我也没办法照顾你太多 丁丁瞬间红了眼眶 眼泪霹雳啪啦地往下掉 有些事情如人饮水 他真正明白的时候 也开始懂欧阳清的这番话 是真的为他好 欧阳清冲了纸巾 隔桌递过去 微声说 别哭了 谁年轻的时候 没一时脑热 走过几条弯路呢 往好处想 你也没耽误太久 最差的 你也跟你特别喜欢的人试过了 是你自己觉得不行 才放弃的 没什么好遗憾的 我从来没觉得吃亏 只是觉得对不住金哥 也对不住您 你想多了 那个一辈子不打算成家的 我早就放弃了 一个对未来都没有规划的人 别说你只占了他三五年的 十分之一都不到 就算你占了他三五十年 哪天突然告诉他要分开 只要没犯错 就不用有任何的亏欠 毕竟这些也是你的时间 至于我嘛 你更不用觉得对不起 你跟阿京现在 不是男女朋友关系了 但你还能喊我一声阿姨 没有任何影响 丁丁仍旧难以释怀 原来身边这么多人 不看好他跟荣誉精在一起 不是偏见 而是远见 只有他傻得以为 很爱很爱就可以了 很努力很努力 就可以天长地久 垂着视线 丁丁说 阿姨 我现在知道错了 你最大的优点 就是心系 最大的缺点 也是心系 说了你不用想太多 谁在你这个年纪 能做到没有七情六欲 客气负礼啊 每一步都是最正确的 别说你这个年纪了 阿京比你大那么多 还不是跟你一样 好在你还年轻 有的是回头时间 这就是你最大的资本 说句心里话呀 如果你跟阿京分手之后 就一蹶不振 我真的会很失望 等你到了我这个年纪 就明白了 女孩最大的资本 就是年轻 而女人最大的资本 是特别清醒地知道 自己要什么 别再存着那么多的 天马行空的幻想 脚踏实地的感觉 才是最安全的 不过 你能提前想明白 也算我那个混账儿子 没把事情做绝了 不然 我只要打死他 阿姨 我不是替金哥说话 打从我来生成开始 就是金哥在照顾我 我妈不在了 我也不可能认严家人当亲人 我早就在心里 把金哥和你们 当成最重要的人 就算我们两个分开 我也永远记得 你们对我的好 以后我再也不会 做让您失望的事 欧阳青也难免伤感 微微点通 你是个好孩子 只不过 这个世道不太公平 没能让你跟很多人 站在同一个旗袍上 所以 你要加倍努力 你自己不拼命 命不会突然就变好 这是现实 我知道 你在深城 有阿金 有米江西 身边还有一些 相互照顾的好朋友 出了国 就剩下你一个人了 往后 你会遇到形形色色的人 不是每个人都是好人 也不是每个人 多另有所图 自个儿多长点心眼 生活很难 要过好生活更难 你怎么选 决定你以后过什么样的生活 丁丁顶头 欧阳青终是不忍 你不好意思找阿金 可以随时找我 不当儿媳妇儿 也可以当该女儿 我有的是时间 你有任何困难 我随时去德国找你 丁丁快要把头戳进胸腔了 紧咬着下唇 可还是没忍住 气不成声 荣一经当天晚上 接到欧阳青的电话 她喊她回家 荣一经说有事 欧阳青说 我今天下午去找丁丁了 荣一经微顿 寄而道 你找她干什么 没什么 你先忙 有空再聊 她自顾挂断 半个小时后 荣一经进了家门 欧阳青坐在客厅沙发上 侧头看了她一眼 不是有事吗 怎么回来了 荣一经坐在单独的沙发上 不可能是小二跟你说的 谁告诉你的 还好意思说 荣昊就是跟着你学坏了 以前还是该说的说 不该说的不说 现在倒好 一进深大 跟聚了嘴的葫芦似的 一个字都不往外露 怎么 我是你俩的敌人吗 防着我跟防贼似的 荣一经单刀直入 你去找丁丁干嘛 欧阳青脸上不便喜怒 她下周四去德国 我请她吃顿饭 算是给她践行了 荣一经文言 眼底飞快地闪过一抹意外 她都不知道丁丁具体哪天走 欧阳青侧头问 你去送她吗 听阿展说 小敏家庭和小二都要去 我问你去不去 你说别人干什么 大家都去 我不去算怎么回事 你俩不是分手了吗 荣一经已经听麻了 微顿慢慢徘徊 分手就不能送她一程了 不谈恋爱也能是朋友 没见你跟哪个前女友当朋友的 丁丁是言语妹妹 能一样吗 丁丁自己都说 不可能认严家人当亲人 荣一经忍着心里的无端焦躁 出声问 你俩到底聊什么了 我让她去国外除了学习之外 好好地谈几段恋爱 别辜负了大好的时光 荣一经美心一聪 她去德国读书 你劝她谈恋爱 不把人往好路上领 欧阳青云淡风轻 人生就只有学习吗 年纪轻轻的不谈几场轰轰烈烈的恋爱 对得起自己吗 她现在正是情绪不稳的时候 你不劝她好好调整自己 还鼓动她去谈恋爱 冲动之下能找到什么好人 欧阳青侧头盯着荣一经 她喜欢你 够深思熟虑了吧 你是好人吗 荣一经一闸不闸 一言不发 欧阳青游锅里泼水 而且谁跟你说丁丁 现在还冲动了 我下午跟她聊了不少 我看她现在非常理智 想得也很明白 去德国不是因为你 是为了自己 说吧 欧阳青灵魂发问 你懂女人吗 你谈了这么多恋爱 自以为很懂 我告诉你 女人一旦理智起来 就没有男人什么事了 不信你现在去求她复合 看她会不会答应你 我跟你赌个大的 她要是答应你 我这辈子都不催你结婚了 荣一经只知道自己心里起了变化 看不到自己脸色也变了 欧阳青健壮 别开视线 露出真实恶毒的一面 我早就跟你说了 你们两个不合适 你是打定主意 这辈子不会为任何人做改变 丁丁是卯足了劲的要为你做改变 一段恋爱谈下来 你还是你 你觉得她能接受吗 不是女人爱挑战男人的原则 也不是你让她看不到希望 而是她每分每秒 都想离你更近一点 但你始终不远不近 不温不火的 谈恋爱 要的是天雷地火 实在不行就鸡飞狗跳 谁想跟你温水煮青蛙呀 荣一经靠在沙发上 视线微锤 明唇不语 这次啊 也算是给了你一个教训 你要想玩 就找跟你一样的想玩的人 别一边站着别人的一心一意 一边又想保着自己的自由之身 天下没这么好的美事 丁丁能打定主意跟你分开 也是受够了 不然也不会吓得跑去国外读书 你要再去骚扰她 你随意的一句话 她有多久才能消化 少干点缺德事 荣一经做了办事 不轻不重的开口 你又想认她的干女儿了 不行吗 看她自己 她答应了 荣一经心口一闷 曾经丁丁死活不同意 因为当了干女儿 就没法跟她谈恋爱了 现如今 兜兜转转 好像仍旧跳不脱注定的安排 她答应了欧阳清 等同彻底放弃了她 第九百二十二集 出国的时间已经定下 剩余的几天 与其说是让人准备出发的行李 莫不如说 是让人暂时告别原有的一切 家人 朋友 同学 好的 坏的 舍不得的 身边人都在轮流请吃饭 给丁丁和韩信阳践行 前面几天都还好 到了最后一天 饭桌上大家都喝多了 刘雨婷借骨 躲到了洗手间里哭 丁丁找来 也是一瞬比较酸涩 你干嘛呀 刘雨婷低着头 想忍忍不住 干脆边哭边倒 你一走就是两年 到了那边 上高皇帝远的 有点事我们都帮不上忙 丁丁伸手 拍着刘雨婷的肩膀 安慰他 没事 我过去上学 又不是去打仗 我也不是招待惹祸的性格 就是知道你什么性格 才会担心你一个人在那边受了委屈 怎么办嘛 丁丁窝心 努力缓和气氛 那谁让你这两年 不好好学习 不然你就跟我一起去了 刘雨婷哭得更惨 你就别在我的心头上 狂妄地撒盐了 行吗 我都已经够难受的了 丁丁勾起唇脚 抱了抱刘雨婷 别哭了 我又不是不回来了 两年啊 我们认识了才两年 谁知道两年之后会是什么样子的 万一你有机会留在国外呢 哪有那么多万一 我拿的是留学签证 到期不想回都得让人送回来 以你的毅力 你就算是想要留在火星也不是不可能 丁丁本来眼泪在眼眶打转 文言破题微笑 原来我在你心里这么高大的吗 刘雨婷嘴巴一撅 哭着道 那你要答应我 你一定要好好的 我不是一定要你回来 但是你一定要好好的 丁丁眼泪掉下 努力扬着唇角 我答应你 我不光会好好的 我也一定会来找你们 咱们还要进一家医院上班呢 我不在的这两年 你多跟老周雪 别成天回水摸鱼 丑话可说在前面 我可不会跟你一起找家私人诊所上班 刘雨婷磨了把鼻涕 我知道了 以前你一直在身边 我还不觉得有什么 你优秀 我还莫名觉得脸上有面呢 我有个学霸姐们 可是你这么突然一走 我心里除了难受 也悟出了一个道理 没有人会永远站在原地 喜欢的要努力争取 珍惜的更要努力的去维护 你放心的去吧 你前脚一走 我后脚就发愤图强 丁丁心底白胃杂沉 哭笑不得的说 听得笑是这两年 我跟你耽误了 也不能算是你权责 有多少少吧 丁丁撇了撇嘴 洗手间房门被人推开 周琪走了进来 看到红着眼睛的两人 当即眼含热泪 我就知道你俩躲在这儿 之后的一段时间 两人抱头变成了三人抱头 丁丁一直以为 只要自己做的决定是对的就好 可越到时间临近 越能深刻地感受到 他跟荣一精分了手 答应去国外留学 不给自己丝毫退路 可作为代价 他又要孤身一人了 荣一精来到秦家看乖乖 开着那辆吸金的粉红色巴布斯 阿姨把乖乖从门里抱出来 看见车的刹那 真情实感地发出一声低叹 哎哟 比起秦湛那辆紫色的 乖乖显然对这辆 更过分的粉红色 更感兴趣 咧开嘴咯咯地笑 秦湛见状也跟着彭抽脚 好看吧 你眼光就是好 阿姨心说 有钱真好 可劲糟 敏江西和秦家定都在学校 家里只有秦湛和荣一精 荣一精看到乖乖手腕上 戴着一个很精致的银色的小镯子 一看风格就知道 是丁丁做的 想到丁丁 他神色如常地开口 明天怎么安排 安排什么 丁丁明天走 小米和家定都去送 你不去 坐私人飞机去 也好 省得路上转机麻烦 他到了那边 还有很多事要办 丁丁不跟我们一起 荣一精侧头 轻战淡淡地说 他们学校统一安排 丁丁不想搞特殊 荣一精微顿 秦湛道 你要想跟他坐一起 提前跟申大打招呼 荣一精露出无语的神情 你怎么不让我留得继续称道呢 你是这块料吗 荣一精不恋战 转移话题 那我明天直接去机场找你们 这么多人一起过去 到了德国估计没有单独说话的场合 还有什么想说了 趁早不能说 前几天我们见过面 该说的都说了 不后悔 荣一精很是敏感 你说谁 我要想问他还通过你啊 荣一精不动声色地回答 能解决的就想办法解决 后悔是没能力的另一种说法 看来是解决不了 荣一精不置可否 他确实解决不了 以前无论他说什么 丁丁都会听 了不起就是猫急了喵几声 但是这一次他下定了决心 不光没给自己留后路 同样也没给他留近路 言语说他们之间是三观不合的问题 荣昊说是他不够爱丁丁的原因 欧阳青说这是注定的结局 荣一精不得不承认 他最近被这件事情搞得心里很乱 每天都有一百种念头附上心头 到底是他的错 还是真的不合适 到底该再进一步 还是该干脆利落地让他走 以前他不知道挽回是什么 如今他又开始迷茫 后悔是什么 从秦家离开 荣一精纠结良久 看了眼时间不算晚 到底还是给丁丁打了个电话 电话响了良久 荣一精难免胡疑 丁丁是不是不想接 正要他在挂断之际 电话接通 手机里传来一个男生 喂 荣一精一愣 甚至看了眼屏幕 确定是丁丁的电话号码 而后道 丁丁在吗 他去洗手间了 荣一精坐在车里 直言道 韩信阳 是 荣一精淡定地问 今晚同学聚会 韩信阳也很淡定 就我们两个 荣一精很难得 有不能马上分辨 对方意图的时候 就好比现在 他拿不准 韩信阳是在陈述事实呢 还是在向他挑衅 不管怎样 荣一精不露痕迹地说 好 那你们先吃 等他回来 我告诉他你来过电话 没事 最后一天在深城 同学间有很多话要聊 我到德国在找他 虽然很唐突 但我还是想请你以后 不要打扰丁丁 他们学习上压力很大 出国后 生活环境 预言 新的人即将我 他没有太多时间 花在一些没有用的事情上 荣一精不急不患 声音如常 既然知道唐突 就不该乘一时之快 好吧 既然已经冒犯到你 那我干脆有话直说 你们已经分手了 请你维持一个 成熟人是应该有的风度 不要再来打扰他 你可以觉得我多怪些事 但身边旁观者 如果连局外人都觉得 不敢再继续下去的话 局内人是不是都该爽快一点 悄归悄 路归路 荣一精很不喜欢 跟不专业的人 讨论专业问题 尤其是那些不讲道理 以为感情用事的人 在他看来 韩信阳就是他跟丁丁之间的 不专业人士 懒得跟个外人讲太多 荣一精不便喜怒的道 唐突的本质 不是说了别人不爱听的话 而是给了特别自以为是的建议 一个你口中的成熟人士 比你多活了几年的心得 说吧 不带韩信阳回应 荣一精自顾道 吃饭吧 如果丁丁喝了很多酒 把他安全送回学校 别耽误明天的飞机 电话挂断 荣一精很想嘲笑 现在怎么谁都想上他这来戳一下 也不掂量掂量 自己几斤几两 可是唇角勾起 脸上浮现的却是自嘲的笑 怎么就变成这样了 另一边 韩信阳刚放下手机不久 丁丁就推门从外面进来 他没撒谎 包间里就他们两个 之前一帮人约会 很多人都喝多了 像是刘雨婷 被杜阳给背回去的 周琪也好不到那儿去 李明科送的回寝室 韩信阳单独约丁丁 去学校附近的冷饮店 丁丁之前也喝了不少酒 坐下没多久 就起身去洗手间 手上拿着两杯喝的 丁丁把其中一杯 放在了韩信阳面前 那 刚坐好 你从洗手间出来 带这个好吗 放心 我洗手了 老板忙不过来 我就顺道拿起来了 韩信阳只是开了个玩笑 迟一片刻 开口道 刚才你手机响 响了挺长时间 上面显示金格 我接了 丁丁明显一愣 二后说 啊 他说什么事了吗 我说你去洗手间 他问是不是同学聚会 我说就咱们两个 他让我们先吃 去德国再跟你说 我让他以后 不要再来打扰你了 丁丁闻言 一刹那酒都醒了大半 脸上一半蒙一半差 韩信阳尖壮 我知道他是谁 他也知道我是谁 既然已经下定决心分了 就别再我断撕裂 有的是人分分合合 也能一直在一起 但你的性格 你要是说了分 就是实在处不下去了 别再给自己找麻烦 说完 韩信阳又补了句 你要出国两年 我没什么好送你的 临走前 就或者脸皮送你个 多管闲事 不管你收不收 反正我是送了 第九百二十三集 丁丁丁这几天哭了很多次 本以为哭麻了 可这会儿 还是会瞬间 酸上鼻尖 眼泪在眼眶里 丁丁沉默良久 出声说 我知道 你们都是为我好 韩信阳没有说话 你们都说 我会照顾人 但这两年 一直都是你们在照顾我 一会儿担心我吃亏 一会儿担心我谈恋爱 被人骗 连分手都判我断得不干净 我最近跟人说的最多的一句话 就是放心 以前我会觉得是我不靠谱 所以大家才没什么信任感 但我现在觉得自己特别幸福 被这么多人放在心里 有特别多话想说 但说穿了还是那句话 放心 我会照顾好自己 韩信阳默默地拿起面前的饮料杯 跟丁丁碰了下 明天他们要一起去德国 上午九点五十几分的飞机 但是要提前两个小时去机场 算来也没多少时间 晚上十点多 两人一起从饮品店走出来 韩信阳说 他们上网查了德国平时吃什么 像是伤怕我去那边会饿死 故意让人从老家寄了二十斤香肠 李明克也让他家里 给我寄了一大堆特产 我现在就怕明天安检过不去 才还以为我是去德国 捣当土特产的 老刘和老周还不是一样 我原来只想带个二十斤的箱子 他们愣给我扩充到五十斤 我现在箱子完全不敢打开 不然能发射火箭 两人边走边聊 丁丁没注意街边停着一辆 很低调的咖啡色轿车 更何况 车子没降车窗 容易经坐在驾驶席 定睛看着从车前经过的两个人 他还是不放心 怕丁丁喝多了跟上次一样 所以还是过来看看 看看韩信阳有没有撒谎 也想跟丁丁再嘱咐两句 但眼下看来 好像不太有这个机会 目视韩信阳和丁丁的背影 他们已经走到人行道 两人中间隔着不远的距离 这个距离 很难判断 他们之间是朋友 还是其他关系 从容易经的角度 他还能看到丁丁的半张侧脸 不知道韩信阳在说些什么 他一直在笑 容易经希望丁丁开心 希望任何事情 都不要影响到他的心情 可这会儿看到他如此开心 他心里竟是说不出的贩毒 容易经当天晚上没怎么睡好 准确来说 没怎么睡 也许是丁丁再有十几个小时 就要出国了 也许 只因为在等他的电话 可他迟迟没有打来 本以为最难受的时候 应该是分手的当下 可容易经从未想过 有些感受会像是吃进嘴里的药 药效会延迟发作 容易经知道 丁丁不是那种欲情故纵的人 唯一的可能 韩信阳没有告诉他 第二天早上 丁丁坐校车去机场 容易经直接走到了VIP航站楼 虽然两人都是同一目的地 甚至是同一个机场 可却始终没有碰过面 十几个小时的飞行 由于时差原因 落地仍是白天 秦湛一行人早到 没在机场逗留 有车来接 直接送他们去丁丁学校附近的酒店 掐算着时间 敏江西打给丁丁 你们到了吗 到了 刚下飞机 德国校方派人来接 我们可能要先去学校报道 先去忙 不用着急 什么时候忙完了 给我打电话 电话挂断 敏江西跟面前 看着他的一众人转说 已经到了 先去学校报道 荣浩和秦家定都没说话 荣一经看向两个小的 主动问 饿不饿 看你们在飞机上都没吃好 这附近有家中餐厅还不错 荣浩最近人比黄花瘦 没什么胃口 家之心情不好 不置可否 秦家定说 我随便 最后还是秦湛站起身 我饿了 一行人出了酒店 因为饭店距离不远 所以没坐车 街边沿途有各式各样的店面 建筑和摆设都跟国内风格迥异 按道理 有的看 有的聊 可气氛却莫名的有些诡异 就连荣一经都没能把肠子热起来 等到了饭店 本以为家乡菜能让人开心一点 但饭桌上 气氛还不如外面 荣一经忠实说 不至于吧 我跟丁丁只是分手 又不是不做朋友了 这话自然是对荣昊和秦家定讲 秦家定没出声 荣昊沉默片刻 开口道 没不开心 但也没有多开心 你让我像你一样笑 我笑不出来 当着丁丁的面 你别拉着一张脸 过来送他是让他开心的 荣昊心说 他开不开心 你心里没数吗 明江西把话接过去 只要关系好 天下就只有暂时散场的宴席 丁丁比你们大 所以现在到了他第一个选择的时候 荣昊选了山大 明年高考就该轮到家定选择 就算以后你们不在一个城市也很正常 现在通讯和交通这么发达 再远也逃不出二十个小时的路程 想见随时可以见啊 荣昊也不想让荣一经尴尬 索性下了台阶 侧头问秦家定 你真要去夜大 嗯 也行 这样我周末就能单独喊江西姐出来吃饭了 秦家定眼皮都没调一下 他说了周末去看我 荣昊瞬间把头转向明江西 明江西当带端水大师 我带你一起去 夜大里面特别多好吃的东西 就算我们每周吃四顿 可以吃两年不同样 荣昊是特别重情又相对细腻的人 当即在心里想 如果丁丁也在深城就好了 这样他们就能一起去夜城 不想把气氛推回到之前 荣昊微顿 随即道 冲着吃的面子啊 我倒是可以过去看看 他以为自己已经演示的很好 殊不知在大人眼里 他的伪装堪称单薄 哪怕是他不到三秒的停顿 荣昊金都能猜出 他心里在想什么 想丁丁 荣昊金交际 遍布天南海北 很多人都会相互称一句朋友 这个时代 早已降跌了朋友的含金量 他也早就习惯了 人跟人之间的逢场作戏 可自从踏入德国境内的 第一秒开始 荣昊金就有一股强烈的感觉 虽然他们这帮人始终在一起 可却少了一个人 他们不是来玩的 而是六个人来 五个人回 终有一人会留在这片陌生的土地上 饭店老板是中国人 店员和厨师都是 菜品囊括了四个菜系 做得都很不错 可饶是如此 吃到嘴里依然是无资无外 饭后 秦湛要跟敏江西在附近逛逛 秦家定自然不会当天灯泡 说是要回酒店 荣昊也是 剩下荣一经 两边都不要 他叫了辆车 去了丁丁现在就读的学校 国外治安相对国内松散 要不就是荣一经今天穿了休闲 他进学校竟然没被任何人阻拦 如走城门 国外没人认识他 他不用有任何的顾虑 到处的走动 看到路上偶尔经过的外国学生 也看到长椅上独自坐着看书的陌生面孔 室外篮球场里打球的青年 网球场上穿着运动短裤 惬意奔跑的年轻身影 除了每月去申大颁奖之外 荣一经已经很多年没有进过大学校门了 关键 去申大时 也没机会像现在这样仔细观察 看这里的每一栋教学楼 每一处设施 甚至每个角落的花草 这里的环境不比申大差 也有一些亚裔面孔 整体感觉还算舒服 正想着 有人从身后走上来 侧头跟他打招呼 嗨 荣一经看了眼 是个金发棕某的外国女孩 正朝着他笑 荣一经回忆微笑 女孩笑着用德文道 不好意思 我就是突然很想跟你打个招呼 全世界的语言可以千奇百怪 但搭讪的方式总归就那么几种 荣一经玩耳 没出声 女孩见状 换了英文说 我第一次在学校里见你 你是哪个戏的 荣一经一言不发 只是无辜的目光看着女孩 两秒后 伸手指的指自己的耳朵 又摆了白手 女孩迟疑 你听不懂英文 荣一经没在指耳朵 而是无声地动了动嘴 发出几个古怪的音箭 女孩先是一愣 接着恍然大悟 原来 眼前这个 听不见也不会说话 脸上划过一丝莫名的表情 女孩最终带着尴尬 又不失礼貌的微笑 挥手离开了 荣一经继续往前走 忽然觉得装聋作哑也挺好 要那么会说话干嘛 她要是不长这张会哄人的嘴 日常生活最少能减少百分之八十的麻烦事 逃出手机 荣一经给丁丁发了条微信 忙完了找我了 我在你们学校 荣一经在学校溜达了一小时 二十五分钟后 丁丁打了电话 她接通 荣一经身旁正好有个路牌 她说了位置 丁丁道 我马上来 说是马上 学校很大 丁丁又人生路不熟的 还好英语沟通没问题 一路走一路问 折腾了十几分钟才找到荣一经 荣一经坐在树下的长椅上 一抬眼就看到小跑而来的丁丁 这还是她今天第一次见到她 她穿着身浅颜色的背带牛仔裤 白T恤 扎着丸子头 许是跑得及 头发有些松载 荣一经提前露出微笑 带到丁丁跑近 她微笑着说 跑什么 又没有急事 丁丁站在她面前 呼吸略有急踪 鼻夹带着汗 说 不知不觉 就跑起来了 第九百二十四集 荣一经脸上笑容更浓 坐下先会儿 丁丁也没再别扭 往前走了两步 扭身坐在长椅的另一端 确实是端 荣一经靠右座 右边还有一个人的位置 丁丁靠左座 左边还露出小半截腿 两人中间挤一挤 能做个荣浩和秦家定 荣一经看破不说破 神色如常 都弄好了吗 嗯 差不多了 等系列安排好 就能正式上课了 不用太急 你刚到 留点时间摸摸周围环境 听说这边有不少国内过来的学姐学长 有同学去联系了 可能要句一句 荣一经下意识地说 初来乍到 多结交一些朋友挺好的 有助于迅速融入环境 但也要留个心眼 别以为都是同胞 就一点戒心都没有 有的是男生打着学长的旗号 钻门坑自己人 嗯 我知道 我不会单独参加陌生人的聚会 老师也提醒我们 让我们这批过来的人多互相帮衬 有什么问题及时跟身大联系 急事先给我们打电话 别怕打扰到我们 接个电话处理点事 能费多大功夫 丁丁乖巧点头 似是想到了什么 主动的 啊 金哥 昨晚你给我打电话 是韩信阳接的吧 容易经侧头 不露痕迹地说 是 他跟你说了 我替他给你道歉啊 他不知道实情就跟你说了那些话 你别跟他计较 容易经自然不会跟韩信阳计较 只是心底诧异 丁丁竟然知道 那他昨晚怎么没有给他打电话呢 脸上没有丝毫异样 容易经的 没关系 他也没说什么 他都跟我说了 我也没办法跟他解释太多 但他嘴很严 你不用担心他往外说 我身边人都不知道 包括刘雨婷和周琪 看他把重点落在此处 容易经心底说不上的滋味 知道也没关系 之前的身大 怕传出去对你不好 现在来了国外 山高皇帝远 满不满都无所谓 丁丁轻轻勾起唇脚 但笑着道 以前在一起的时候没说 现在分开了才告诉他们 他们肯定要对我喊打喊杀 感觉错过了一个亿的八卦 容易经同样胆笑 说不定情急之下就跑到德国来找你了 丁丁笑出声来 两人坐在同一个长椅上 中间隔着再也无法靠近的距离 风景很美 气氛也很融洽 从路边经过的人 一时间分不清他们是什么关系 也许是从朋友 往情侣发展的暧昧时期吧 两人有一搭没一搭的闲聊 容易经媒体起他 昨天晚上在深大门口等他 丁丁也没提他看到粉红色巴布斯里坐着的漂亮女孩 人跟人之间的关系就是这样微妙 是情侣 什么都在乎和质疑 可一旦关系解除 两个人都能硬生生的退回到七米县之外 不约雷池一步是彼此的尊重 和能继续维持联系的客观条件 德国这边的天气跟国内差不多 温度稍微低点 两人从天亮做到了微微擦黑 丁丁手机响 容易经没看到是谁打来的 只听着他说 我这都弄好了 你呢 对方说了些什么 几秒后 丁丁道 我今晚没空 有朋友来德国送我 我等一下要去见他们 听到这里 容易经第六感 对面的人是韩信扬 听说韩信扬也来德国了 只不过类别是暑期交换生 丁丁说了几句话后挂断 容易经道 走吧 去酒店找他们 当天晚上 丁丁跟一群人一起吃饭 像在深城一样 临分别之前 荣耗不知打哪儿搬来一辆自行车 丁丁姐 学校这么大 以后上下学骑车吧 方便点 容易经说 嘿 把他想做的都给做了 丁丁意外又惊醒 你什么时候买的 我跟家定下午出去 想给你买点礼物 江西姐说 要买你能用得到的 话音落下 秦家定也递上了一个大袋子 袋子里面装了一个药箱 药箱里都是国内常备的药 丁丁忍了一天 终时眼眶发烫 伸手接过 谢谢 我一定要好好吃 此处是个笑点 可却连闽江西都笑不出来 闽江西从包里掏出个小盒子 盒子打开 里面是根钢笔 丁丁以为 闽江西是要提醒她 到了国外也要努力学习 笔羹不错 结果 闽江西当众给她示范了钢笔的防狼功能 这是最新款 比我当年那个还要好用 但在身上也不占地方 有备无患 丁丁还累结果 闽江西又给了她几样东西 分别是陆宇迟和成双送的 成双怀孕来不了 陆宇迟跟丁克回了戎城 丁克他爸住院了 所有人都带了礼物 如一经觉得自己两手空空 有些尴尬 幸亏秦湛也没送什么 结果秦湛对丁丁说 我没什么送你的 祝好 好好学习 好好生活 遇到不错的人 好好谈个恋爱 这话 也就只有秦湛好意思当中说了 丁丁眼眶泛红 点头 这趟德国行 闽江西等人并没有逗留太久 一来 不想让丁丁一个人飘洋过海 孤零零的来到异国他乡 二来 亲眼过来看过学校和周围的环境 心里也更放心 新学校两天就办理好所有的手续 眼看着丁丁马上就要正式上课了 众人也不想留在此处 让他分心 临走前 大家坐在一起吃最后一顿饭 所有人皆是心思各异 想到丁丁第一次来深城 也是这帮人过来接的 一晃 丁丁不仅考上了深打 还以全系第一名的名额 来到了国外公费留学 日子每天都在照尝过 人却每天都在变 该嘱咐的都嘱咐了 该祝福的也都祝福了 最后一顿饭 众人约好似的 脸上没有露出丝毫的不舍 全都开开心心的 饭后 一星人要去机场 丁丁响送 密将西说 不用送 我们到了机场给你发消息 我也没有其他的事 有时间就在学校附近六一六 熟悉一下周围环境 照顾好自己 丁丁心里已经开始难受 强撑着道 知道 你们别担心了 就在这分开吧 你回学校 我们去机场 明天开始 好好上课 下了飞机给你打电话 嗯 一路顺利 说吧 他终是没忍住 张开双臂抱了敏将西 敏将西拍了拍他的后背 在他耳边低声道 加油 丁丁眼里含着泪 又跟秦家定和荣昊碰了下拳头 荣昊眼眶浅 眼泪在里面打转 一个字都说不出来 还是秦家定说 我们方家过来看你 丁丁隐声 剩下秦湛和荣一惊 他没法跟秦湛有肢体接触 同样也无法再拥抱荣一惊 荣一惊在丁丁拥抱敏将西的那一刻 心里还曾想 估计下一个就到他了 结果 丁丁跟秦家定和荣昊碰了拳 他就知道没戏了 丁丁睁大眼睛 憋着眼泪道 谢谢二哥 丁哥 谢谢大家来送我 一个人在外面 除了照顾好自己之外 就一个宗旨 别受委屈 有事随便给谁打电话都行 丁丁舍底一片酸酸 唯有点痛 荣一惊很想上前抱他一下 他抬起手 掌心落在丁丁头顶 温声说 我永远无条件听你 走了 电话联系 丁丁一不小心 眼泪滚出眼眶 还不等他出声 荣一惊放在他头顶的手 已经收回 一行人在饭店门口分开 丁丁跟每一个人摆手 抿着唇 仰着唇角 车门一个一个的打开 在关上 大家降下车窗 跟他挥手 车子启动 速度不快 可却慢慢地消失在视线里 其实 丁丁的视线早已经模糊 只剩自己时 他倔强得一声不吭 转身跨上路旁放着的自行车 骑车回学校 半路 眼泪就糊得他不得不暂时停下 伸手磨掉 瞬间涌出 再磨掉 再涌出 某一刻 丁丁终是抽气出声 憋了太久 这会儿没人了 他允许自己原形毕露 车上 从后看的窗外 偷偷抹眼泪 秦家定一言不发 眼底同样带着一层薄雾 容易惊坐在副驾 没人看到他脸上的表情 因为他又戴了巨大的墨镜 之前从倒车镜里面往后看 丁丁始终站在路边 直到他看不见为止 他有些后悔 那么想给他一个拥抱 为什么最终却吝啬地 只伸出一只手呢 他顾忌太多 怕让丁丁误会 怕绕他军心 也怕更让他挂心 微不可闻地叹了口气 车已经驶出了很远 荣一经知道 他已经失去了 哪个永远把他摆在第一位 全心全意爱他的女孩 而更令他无奈的是 他也早就过了让车停下 不顾一切回头的年纪 如果 如果他在正年少时 遇见了丁丁 可能结果 不会像现在这样吧 第九百二十五集 去机场 上飞机 漫长的飞行时间 落地深沉 一切顺利地顺利成长 只不过 比预计时间 稍微晚了半个多小时 荣一经第一时间打开手机 一聊至终 收到了丁丁 在四十分钟前 发来的微信 荣一经在回复时 瞥见身边荣昊也在回微信 他随意地问了句 丁丁给你发消息了 荣昊蔫蔫蔫的 嘴都没张 荣一经没法吃这种醋 无论他跟丁丁有没有分手 丁丁都会群发 他只是需要点时间适应 适应一种 已经维持了很久的习惯 从机场出来 秦湛 米江西和秦家定回家 荣一经送荣昊回身大 路上 兄弟二人 闲着一个同频沉默 荣一经知道 荣昊为什么不说话 荣昊却不大清楚 荣一经为什么会这么安静 只是懒得再问了 大家都很累 车停到了深大门口 荣昊几开安全带 离下车之前 说 早点回家休息 慢点看 荣一经 没来由的一句 以后要是遇上一个 对你特别好的人 你还会像喜欢你女神 一样喜欢她吗 荣昊开车门的动作停住 沉默般上 开口回答 哪怕不是我第一研究喜欢的人 如果她也喜欢我 我会对她很好 这样才对得起她的一片心意 荣一经文言 唇巧轻勾 去吧 年轻人失恋很正常 我这个年纪还失恋呢 过了这个劲就好了 荣昊侧头看了荣一经一眼 面不改色地说 不开心的时候 不用逼着自己笑 没人规定 成年人要24小时 hold得出情绪 说吧 她推门下车 头也不回地往里走 荣一经看着荣昊的背影 笑着笑着 唇角就慢慢下降 扁平 连眼底的粉饰太平 也被一股强烈的空落感 遮掩住了 德国那边现在还是下午 估计丁丁在上课 深城这边已经是夜里 荣一经坐在车上 足足停留了十几分钟 才启动 她给宠物医院打了电话 过去接顺子 顺子已经好得七七八八了 荣一经带她回家 家还是那个家 两只猫 一个人 荣一经坐在墙角的懒人沙发上 许事出门了几天 顺子和第一都很腻塌 赖在她腿上不走 荣一经拿着手机 帝恩子翻看她跟丁丁之间的聊天记录 不得不承认 原来实际距离真的会拉长想念的长度 知道丁丁还在深城时 她还没有这么难受 可以想到她现在在德国 荣一经要调整呼吸 才能让心脏那里更好受些 在德国的几天都没失眠 回到深城的第一晚 荣一经一夜没睡 上午九十点钟才勉强睡着 下午一点多就被电话打醒 助理打的 工作上的事 荣一经头昏脑胀 连发飙的力气都没有 知道睡不着 索性报复性的起来去公司 荣一经平时并不是挂脸的人 别人是喜怒不幸于色 她是一直挂着喜色 几年到头都难见她面露不悦 今天一到公司 助理马上说 老板 没休息好 嗯 早知道我不跟你打电话了 但那边睡得有点急 打都打了 马后炮 助理没觉得荣一经有任何的异样 心底还得给她束大拇指 荣一经平时有多会玩 就有多认真工作 也从不把私人情绪带到工作中 不会无缘无故的跟下属发脾气 所以除了她这张脸 和这副身家之外 大家爱她都是有原因的 喝了几杯咖啡 工作到晚上八九点 刚散局又接到朋友打来的电话 正好就在附近 荣一经很快就到了 这一两年 大家都知道她跟言语的妹妹谈恋爱 洁身自好 所以不敢弄些乌烟瘴气的 虽有酒又玩 但是健康绿色 荣一经不想回家 跟一帮人坐着喝酒打牌 尚宇坐荣一经上架 中途聊天 荣一经上架 荣一经要带着嫂子出去玩吗 我家在日本开了个度假酒店 正好暑期适应夜 你们又有空过去玩啊 荣一经盯着面前的牌 其实 精力有些不集中 只不过旁人看不大出来 是困的 只以为是喝了酒 话音落了好几秒 荣一经这才开口回道 她在德国 嫂子在德国吗 嗯 尚宇打量荣一经面色 试探性的问道 去德国干嘛呀 荣一经摸牌 抽牌 公非留学 夏家说了碰 拿起荣一经打出的二条 笑着说 厉害呀 太牛了 我只听说 她每个月都拿奖学金 金哥你这几天不在 就是去德国送嫂子了吧 嗯 房间里频频传来打麻将的声音 桌上聊的也都是丁丁 有人问 公非留学 要去多久 两年 尚宇有些惊讶 这么长时间啊 荣一经不治可否 打出一张万字 夏家一推牌 不好意思 荣一经这把点得很大 他们又上不封顶 夏家打趣的说 金哥人太好了 前脚刚送完女朋友 后脚就来给我们送钱 我今天状态不好 看你们能不能把我赢得破产 那不能够 最起码得给你留个取老婆的钱 这话不是荣一经这桌上的人说的 是隔壁桌的一个人 大家也很眼熟 本就是一句玩笑话 但是荣一经却听得不顺耳 没接话查 尚宇知道荣一经不打算结婚 尤其荣一经又没出生 他查开话题 既然嫂子没空 那金哥有时间过去玩 到时候也给提点意见什么的 我的意见可不白给 哥 我这点小钱你也看不上 你就当定点扶贫了 荣一经唇巧勾起 似乎心情好了些 偏偏隔壁桌那个人没有眼力价 又横插了一句 金哥你和你女朋友谈多久了 好像一两年了吧 以前都没人让你花这么大心思 这次我们能不能成功随上礼啊 你小子有钱没筑花了是吧 我这不是好奇吗 家里一催婚 我就把金哥挡在前头 哥哥不结 我们怎么能结在前面 我就怕金哥哪天突然说要结婚 那以后我拿谁当挡箭牌 荣一经面色无异的开口 你要不想结就跟家里说 拿我当挡电牌 你爸妈哪天再打到我家来 男人半开玩笑 半认真的说 他们不知打哪听说你有女朋友 他了蛮久 成功唠叨我 让我也赶紧找一个安断下来 像是你明天宣布结婚 那我顶天月底就得接着办 荣一经心里已经很烦了 偏偏面上不露痕迹 淡淡的道 让你爸妈失望了 男人扭头看了一眼 什么意思 你不是在等你女朋友 毕业之后结婚吗 谁告诉你的 男人噎了下 突然秀出了气氛不对 硬着头皮往回圆 这种事 只有家里着急 只要你们恋爱谈得好 多久结 结不结 到我走位 荣一经又一次没接话茬 房间气氛变得有些怪异 中途 荣一经起身去洗手间 余下一群人 几眉弄眼的看向话多着 男人也是一脸后悔和无辜 谁知道马屁拍到马腿上了 一瞧了 陆明推门从外面进来 一进门就发现气氛不对 出声问 怎么了 荣一小声的把事情一说 陆明微顿 紧接着道 你们还真是哪壶不开提哪壶 什么意思 金哥跟丁丁分了 话音落下 一众人眼睛直勾勾的看着他 像是听到了一个重大八卦 顿了几秒 荣一说 什么时候的事 有一阵了吧 那你怎么没跟我说啊 我跟你说这事干嘛 你怎么知道的 严宇哥跟我说的 众人沉默 如果是八卦小道消息 还值得商许 但这都是从严宇口中传出来的 可见其真实性 上语改不了好奇的性格 压低声音问 你知道为什么吗 不知道 严宇哥没跟你说 你去问他吧 正聊着 荣一精从洗手间里出来 一帮人立刻恢复到了之前的状态 丝毫不敢表露出打听他人八卦的模样 但往后的一段时间里 他们都乐中于观察荣一精的脸色和微表情 总想从荣一精脸上看出些蛛丝马迹来 都分手了 还分手了好多天 为什么还亲自去德国送人呢 而且分都分了 为什么没有说分了 荣一精可不是个把分手当丢人的事 那就足以说明跟丁丁分手 与他而言是不同的 丁丁刚到德国 国内的这帮人都很担心 每天都在发微信联系 荣一精也不想显得太刻意 毕竟不当女朋友还是朋友嘛 他会特意抽空问候 每次都带上一个顺子和第一的视频录像 发了几次后 才后知后觉 到底跟从前不同了 如今 倒不像是他在关心丁丁 而像是带养的朋友 在给主人定期发科定心丸 刚开始的几天 荣一精每天发 再后来 变成了两天一发 然后是三天一发 不是忘了 而是不得不装作忘记 丁丁也怕大家担心 渐渐养成了 每天发朋友圈的习惯 有时候是图书馆的一本书 有时候是宿舍阳台的一个角落 有时候只是一根德国当地的面包 荣浩在下面评论 这个面包我吃过 我宁可饿死都不想再吃 丁丁回复 我已经开始在宿舍里蒸馒头了 敏江西说 面包别扔 放一个礼拜能当棒球棍 我德国的同学第一次吃到馒头 当着我的面也还热泪 成双道 想吃 孕妇的口味这么奇怪的吗 荣一精每天都在朋友圈里面 看到丁丁的动态 有一天 他发了一小段视频 他把手机放在车框里 骑着自行车 阳光将他的影子偷到车前 他扎着丸子头 视频只有十几秒 荣一精看了好几遍 第九百二十六集 玉琪说 丁丁去德国是为了更好的学习 不如说 她现在正在努力地生活 除了学习之外 她参加了学校里的其他社团 除了英语之外 也在试着学习一些简单的德语 有一天 她发了一段没露脸的视频 视频里是她的声音 她正在跟德国同学学德语 因为舌头不会打转 发不出来弹音 听起来特别的搞笑 荣一精看了两遍 依旧会唇角上扬 没忍住 在下面留了眼 每天刷牙含口出口水 什么时候能嗓子牙发生 我把水咽进去就成了 后来 丁丁回答 get 这就练起来 后来 还跟了加油的表情 日子确实在一天一天地过 丁丁在适应新环境 一些人在适应她不在 荣一精在适应单身 的确 她已经很久没有单身过了 她没说分手 身边的人也不敢主动停 大家都是揣着明白装糊涂 还是言语某天跟她说 这事已经不是秘密了 荣一精不便喜怒地当 你嘴巴还真快 有人问到我头上来 是不是要当你大舅哥 我能怎么会 不能白占你便宜吧 荣一精不知可否 言语显然会错了意 我没人跟人说 丁丁甩的你 荣一精下意识地吃了声 丁丁甩我很奇怪吗 你都多少年没被人甩过了 我怕你一时半会儿 接受不了 怎么 你想给我精神补偿 就你这精神 补好了 也是继续祸害别人 我才不干这 助纣为虐的事 荣一精一语道破 你就是嫉妒 我不用结婚 靠 别提这事 荣一精依旧没有公开说过 他跟丁丁已经分手了 但圈内人全都已经知道 看荣一精跟言语之间 没有任何的嫌隙 又听说荣一精 亲自去德国送的丁丁 可见他们之间 属于是正常分手 没有闹翻 时间久了 总有人起头戳破这层窗户纸 圈内人过声 荣一精去海上参加派对 四层豪华游艇 女的数量是男的的三倍 荣一精在露天休息区打桌球 周边迎来送往的 都是穿着热辣泳装的年轻身体 沙发上坐着几个男人 身旁美女环绕 尚羽在荣一精对面 俯身打球时 低声说 哥 那包女的身在曹营 心在汗 一直在偷偷往你这边挡了 荣一精背对沙发 玩耳 那你去跟他们开价 价高者得 尚羽一干净动 紧接着换了个位置 笑着说 底下开多少 与我的自责 起码得七位数起跳吧 合理 他们抽出血 也不是开不起 我看都是些生面孔 现在新人都这么能转了 哥 你都多久不出来玩了 看谁都是生面孔 荣一精一夜 仿佛不记得自己有多久没参与过这种场合了 一局打完 马上有漂亮的服务员端了托盘上前 递酒水饮料 宴会主人从楼上下来 给荣一精打招呼 看得身边没有异性 出声问 都没看上 不能宣宾夺主 男人翻了一眼 少拿我当幌子 知道你眼光高 我都没叫一些赖语充数的过来 这几个没看上 我给你介绍几个很正的 有一个跟卵小雕长得很像 荣一精乍听这个名字 紧接着笑道 不知道的 还以为我喜欢卵小雕 谁会不喜欢他呀 他当年在深圳也是一时无两 之前有人说 在冰河那边见过他 估计跟了哪个有钱的 反正不会再回来做这行 荣一精莫名有些想不到卵小雕的脸 明明那么明艳动人的一个人 多少人见过都会过目不忘 可他不仅忘了 还忘得死死的 哪怕见到那个 所谓的跟卵小雕长得很像的女孩子 荣一精依旧波澜不惊 宴会主人一腔热情 舍己为人 把最好的留给了荣一精 荣一精跟女孩子坐在床尾沙发上 女孩很腼腆 伸手咽了下耳后的碎发 吻声道 我不怎么会说话 你想聊一点什么吗 荣一精本就没什么兴趣 对方再一眼让他看穿是欲擒故纵 更绝无趣 他开口说 不会说话不用说 女孩眼底飞快地闪过一抹什么 而后调整成为羞怯 主动给荣一精倒了杯酒 不知这会儿该说 还是不该说 周围很热闹 但这份热闹跟船尾的两人无关 荣一精低头看手机 女孩深知不能搞太过 看荣一精不吃这套 他换了个方式 出声问 荣先生平时喜欢玩什么 我爱运动 顶层游泳池 你想去游泳吗 荣一精刚好刷到了丁丁的朋友圈 他发了张自行车的拳图 配字是 二十公里骑行 只会吃一碗馄饨 荣一精的重点不在馄饨 而是图片里的影子 映照出半个短发的奇长身影 对方显然就在身边 习惯是一件特别可怕的事情 正如荣一精已经习惯了明折保身 突然让他再回到从前的单身状态 他需要一点时间适应 游艇上狂欢夜 荣一精没有陪到底 半路就下了船 宴会主人第二天下午才知道 赶紧给荣一精打电话 问是不是哪里招待不周 荣一精笑着回了句 年纪大了 有点怕吵 睡不着 这种冠冕堂皇的话 也亏他说得出来 不少人都在私底下议论 荣一精到底是犯了什么险 荣一精也纳闷 十几年都是这么过的 只修行了一年就变了 简直是离谱 六七月的深城 日均气温三十五度 各大学校都已经放假了 敏江西跟成双 面对面的坐在一家川菜馆里 菜已经上齐 敏江西自己吃了十分钟 对面成双一直在打电话 工作电话 好 那先这样 我这儿还有个朋友 没问题 好 周末见 电话挂断 成双立马卸掉了满脸对象 挺直的腰把一垮 敏江西头不抬 眼不正地说 你再打五分钟 我就吃完了 成双立马拿起筷子 夹起了块辣子鸡 你吃这么快干嘛 淘单 缺不缺得呀 让个身怀六甲的孕妇买单 敏江西依旧没有抬眼 灵机一动 哎 你孩子小名 开叫三甲 怎么不叫为呢 也不是不行啊 反正你公开招募挂名商 勤战准备让出一个名额来 不用 我是个尊师重道的人 老实用心 免费吗 七者 看来他在你心里 还算有点分量 那你看 重情重义 他怀孕刚满三个月 显天左是不让他每天辛苦工作的 说不听 背地里找了成春生 两个人苦口婆心的 也没能将其熊熊燃烧的赚钱之火给扑灭了 没辙 只好找了秦湛 秦湛只给成双打了个电话 两人聊了不到三分钟 成双就把工作时间改成了全天四个小时制 上午两小时 下午两小时 严格执行到三个月 满三个月后 如果身体不错可以六小时 今天是成双六小时工作制的第一天 他像是临时保释出来的犯人 不敢浪费丝毫的光阴 趁着吃饭还定了个行程 别打着跟我出来吃饭的旗号偷偷搞事业 我让秦湛告诉你老公 算在你今天六小时里 成双文言当即憋嘴 干嘛这么对我 不是偷偷搞事业 不是偷人 有你这份泉泉之心偷什么都能成功 成双还认真地想了下 是吗 那我还真的控制点 有家有事的人需要自律 两人坐在一起 没有任何顾忌的闲聊 按道理 这种时候都应该是三个人的 成双说 啊 想迟迟了 给他打个电话 他拨通了陆雨池的电话 开了外音 手机响了几声之后被接通 熟悉的男生传来 鬼 成双吃了口酸菜鱼 嘴里略微含糊地问 在干嘛 刚从医院出来 丁克他爸怎么了 伤筋动骨一百天 年纪又大了 恢复没那么快 我都劝丁克往好处想 幸好没有摔到头 啊对了 跟对方谈得怎么样了 对方态度很差 私了就赔一碗 不然就让我们去法院起诉 成双气不大意出来 那就起诉啊 要不要脸啊 养大狗不穿绳子 把人老爷子撞的骨折 他还有理了 你等着 我跟我爸说一声 我过去龙城找你 你可笑停歇着吧 我让你个大肚子来 有什么用啊 再说丁克他爸当时也动手了 对方脸上头上都有伤 事发地监控有忙去 只看到丁克他爸动手打人 现在对方一口要定 是丁克他爸先动手 报警都让私下调解 走长血 骨鸡也不容易打赢 嘿 我这暴脾气 狗不咬人人会动手 骂谁不动手呢 我们都这么想的 无缘无故 丁克他爸不可能先动手 但丁克问他当时具体什么情况 他又发脾气不说 问就是狗先动手 成双气得饭都吃不下了 丁香西道 没问问丁克他妈 他爸跟那人之前认不认识 有没有矛盾 你俩在一起呢 记者叫我出来吃饭的由头 偷偷打电话跟人聊工作 我正准备举报他 自身难保啊 还穿都不去打官司 大哥 甭磨叽了行吗 问你正事呢 第九百二十七集 陆玉驰这才把话题给扯回来 问了他妈 他妈也是支支吾吾 只有数一个小区的 不熟 不熟就是之前认识 支支吾吾 还是里有引擎啊 丁克怎么问 两老人三千七口 再问他爸就摔杯子 我都不敢在他爸面前出现 敏江熙和成双 不约而同的对视一眼 心里想的都是同一件事 三个人聊了几句 电话挂断 成双见敏江熙不开口 主动的 你是不是跟我想的一样 除此之外 我想不到人为什么会跟狗争 是啊 人只会跟人争 容成 丁克坐在病房里 床上是丁斌 斜对面坐的是陈秀玲 房间里静谜无声 因为丁斌闭着眼 但又不是在睡觉 只是不想说话 安静良久 陈秀玲道 蓬蓬 回深城吧 这便没事了 一回来这么多天 得耽误多少工作 没事 我请了假 专心留下照顾爸 我跟你爸都商量过了 你要实在不放心 就给我们请个男护工 我平时就过来送送饭 也不累 不用 工作上的事都交接好了 我也难得有时间 我来陪陪你们 他跟陈秀玲聊天的声音和口吻 都很温和 病房里毫无来由地 横插一道强忍愤怒的声音 走 不用你在这里陪我 但是那个人一起走 也别再让他来医院 我不用你们照顾 丁斌突然睁开眼 比起大发雷霆 他态度里的嫌弃 更让丁克觉得刺目和受伤 一口气顶到头 丁克强忍着道 我理解你现在身体不舒服 心情也不好 但你能不能把矛头 对准导致这件事发生的人 关于迪迟什么事 他好不容易放个假 都没回家看他爸妈 大老远跑过来看你 每天小心翼翼 还生怕你不高兴 跟做贼似的 你生我的气可以 我欠你们的 陆宇迟欠你的吗 话音落下 丁斌猛然抬起手 床头柜边的杯子 被他扫下去 陈秀玲吓得从椅子上站起来 杯中溢满杯的水 一半洒在了丁克的裤子上 另一半随着崩碎的声音 洒在丁克的脚边 陈秀玲过来 拉丁斌的胳膊 你这是干什么 丁斌气得浑身停止 一扎不扎地盯着丁克 几秒钟后 说 你给我滚 和他一起滚 陈秀玲拦不住 赶紧去看丁克的脸色 丁克这会儿反而更加淡定 面色不必喜怒 起身道 既然你这么不待见我 我也没必要 愣冲这个孝子 反正我在你眼里啊 早就不是孝子了 我都不知道你现在 还拿不拿我当儿子 陈秀玲当场就哭了 蓬蓬 你爸爸他不是 话未说完 丁斌打断 你哭什么 就当没这个儿子 他都不把自己 当别人儿子 丁克右眼皮轻轻一跳 声音更淡 什么叫我没把自己 当人儿子 打我从技师开始 我哪件事 做得不如你们意了 直到你们供我俩不容易 我不敢有一步行差踏错 每一步 都是奔着最好去的 进最好的学校 进最好的公司 上去拿第一 上班当管理 没有一刻松懈过 就怕成为你们的负担 好不容易家里没了负担 你们让我找女朋友结婚 我也找了 你们只知道我俩分了 知不知道我们为什么分 就像你们只在意 我带回家的是女朋友 还是路易迟 根本不在乎 我跟谁在一起 才是真的开心 你给老子住口 他伸手指着丁克 手指尖气得发抖 脸色都变了 陈秀灵握着他的手 哭着说 别说了 都别说了 丁克知道 丁斌没有心脏 和脑血管的病 有些话压在心里太久 索性一股脑地倒出来 以前我从来不觉得 小时候日子过得苦 因为有盼头 你们都在努力工作 我跟萌萌也在努力学习 一家人的心往一处时 长大后 学习和工作 累得我生病住院偏头疼 我也没抱怨过一个字 因为这是我选的 我乐意 说着 丁克 丁克眼眶微微地有些泛红 但我最近这两年过得特别累 工作很顺利 我在意的人也都很健康 但我就是觉得压抑 经常透不过气来 你是不是觉得我特没心没肺 跟陆与迟在一起之后 一点都不在意你们的看法 我整晚整晚睡不着觉 脑子里不知多少次想过 到底要遵从自己的想法 让自己开心一点 还是继续当我的孝子 让你们开心一点 如果只是在我跟你们之间选择 我当然会毫不犹豫地选择你们 但我不能对不起陆与迟啊 他做错什么了 我俩能在一起的最终原因 不是因为他喜欢我 而是因为我喜欢他 我喜欢他 喜欢你知道吗 眼泪掉下来 丁克从未这样笃定过 从东窗事发到现在 他求过 跪过 躲过 也盼过 这是他第一次 当着丁斌和陈秀玲的面 连说三次喜欢陆玉池 陈秀玲把头低得很深 看不清眼底的神情 丁斌则是眼睛发红 一个字都没说 丁克抬手把眼泪抹掉 声音依旧平静 我真的累了 我尽我最大的能力去当个好儿子 也想一辈子让你们引以为傲 但事实摆在这 且不说我没有回头的打算 就算我真的回了 我也不是你们心里的那个人 我不奢望你们接受 你们也别怕我俩能分 要是实在不想见我 那我就走 你干嘛保重好身体 别因为我这种不孝顺的人 弃着自己 说完 丁克转身就走 陈秀玲想叫 到底没敢出声 丁克出了病房 面无表情 他的确很久没哭过了 总以为成年之后的自己 生活足以稳定到 情绪能够波澜不惊 可现实狠狠地打了他一巴掌 告诉他 无论何时何地 他都只是个儿子 回去的路上 丁克调整好状态 又在门口站了一会儿 这才输入密码进去 他动作很小 怕吵到昨天晚上 在医院走廊里偷偷守了一夜的陆语迟 结果走到客厅 就发现不对劲了 厨房里传来了稀疏的声音 果然 丁克往里一拐 看到开放式厨房里 背影对着他 正站在灶台前的陆语迟 你怎么还没睡 陆语迟一激励 拿着汤勺转过身 你吓死我了 干什么呢 陆语迟转身 尝了尝砂锅里的汤 我妈说 大骨的汤不干 尤其年纪大的人和身体恢复快 丁克走近 看到砂锅里沸腾的汤 估计已经熬了一个小时以上了 颜色微微的有些奶白 陆语迟后知后觉 你怎么回来了 我妈在那儿 上午回来 陆语迟打量丁克的面子 跟叔叔吵架了 没有 你别骗我 要没什么事 你不会突然回来 丁克拿起汤勺 抿了口汤 现在不用放盐 等出锅再放就行 陆语迟眉心疑醋 欺负我不敢问叔叔阿姨是吧 他无心一说 丁克心里过意不去 靠在厨台边点了根咽 知道你不查这句道歉 但我得替他们跟你说 大老远跑过来 看他们脸色 陆语迟眉头醋得更深了 你看我往心里去了嘛 完全不在意的好吧 我多厚脸皮啊 拐得你连巷子都没法当了 还不让你爸妈不高兴啊 我只是厚脸皮 不是不要脸 你爸妈没当着我的面啊 给我抄骂一顿 就算有素质了 我都在心里啊 偷偷感谢你们全家 丁克心口疼 视线微锤 出声说 我们去丹麦吧 陆语迟疑了 他不用问原因 因为丹麦 是全欧洲第一个承认 同性婚姻合法的国家 丁克应该不是突发奇想 想带他去丹麦 买童话书吧 沉默片刻 陆语迟开口的第一句话是 别吓唬啊 到底怎么了 是不是叔叔阿姨不高兴我来中城 没事 那我今天晚上 或者明天一早的机票回东城 正好我爸妈也挺久没见我了 丁克风平浪静的道 没怎么 确实突然想结婚了 陆语迟想说 有病吧 但这三个字 怎么都说不出口 他不是没幻想过 只是觉得 结不结的都无所谓 又不是女孩子 一辈子一定要有个难忘的婚礼 陆语迟压着内心的对流 故意调侃道 听啊 一般突然冒出的念头啊 建议三思而后行啊 丁克吐出一口烟 侧头看向陆语迟 早就想过 只是突然想提前 陆语迟看着丁克 两人的目光相对 到底是陆语迟率先闪躲 笑着说 你可真行 叔叔在医院住着院 你要跟我去丹麦结婚 当事人听了都不靠谱的地步啊 你别坑我啊 我还不想彻底得罪叔叔阿姨 你想不想得罪我 陆语迟没想到 丁克会这么说 毛子微条 怎么还驴不合水 瞧暗头啊 丁克把烟掐灭 就这么定了 说着 他迈步往厨房外走 陆语迟瞪着眼睛追问 什么就定了 第九百二十八集 丁克坐在客厅沙发上 查去丹麦的机票 陆语迟从厨房跟出来 伸手 抢丁克的手机 丁克倔着不肯给 陆语迟硬抢 某一刻 陆语迟吸了口气 丁克看他表情痛苦 怎么了 陆语迟抬起左手掌心给他看 之前不小心烫了一下 丁克看到 陆语迟掌心到手腕衔接处 确实一片通红 他下意识地周其眉 冲冷水了 冲了 冲了 丁克抓起陆语迟的手腕仔细看 烫得还真有点严重 他不常回荣城的住处 只是出差或者回家看家人 才会在这边落脚 家里没有烫伤药 丁克现在网上订的 陆语迟说 我伤得太重了 上不了飞机 丁克不拿正眼看他 又带他去水槽处冲水 吹着眼皮道 不想去丹麦 德国 法国 美国 想去哪儿 你自己挑 我是在跟你计较结婚地点吗 你能选的 就只有地点 陆语迟不知死 不能挑人吗 丁克侧头看了他一眼 陆语迟立马改口 我是说 伴郎伴娘 丁克避开视线 正好大家都在放假 你认真的 丁克把水龙头关上 从冰箱里拿出一瓶冰镇啤酒 放在陆语迟的左掌心 让他握着 面色平和地说 反正早一天晚一天的事 趁着有空 赶紧领了 陆语迟扣看啤酒罐上的拉环 喝了一口 说 你叛逆进来得够晚的 我想跟你领证 不是为了拿你跟家里人置气 你只想用这种方式告诉自己 你不会走回头路 丁克被说中 不急不还 又郑重其事地说 不用想太多 这是唯一跟你有关的地方 就说非要跟你在一起 陆语迟 陆语连落地勾起唇角 帅气的脸上笑容尽显 中午 两人在家里吃的饭 丁克借着大骨汤熬了凉碗面 吃完不久 两人就睡了 自从来到了荣城 他们压力都很大 丁克整宿整宿地睡不着觉 陆语迟知道他失眠 也在偷偷地失眠 听到身旁均匀地呼吸声 陆语迟缓缓睁开眼 轻手轻脚地下了床 把汤装好 带出门去了医院 丁斌的病房 在走廊的最里面 陆语迟一边往里走 一边琢磨着 等下怎么跟二老开口 然而 还没等走到头 只听得前面突然传来 比正常分贝大很多的声音 像是谁跟谁吵了起来 抬眼定睛一瞧 两男一女 站在丁斌的病房门口 女的三十岁上下 猝着眉 你这老太太 怎么这么不讲理 陈秀玲将手里的果蓝鲜花往外塞 有些东西混乱中掉在了地上 显得她特别蛮横 她说 我就不讲理了 你们赶紧走 赶紧走 其中一个三十多岁的男人道 我喊你是阿姨 毕竟大家都在一个小区里面住着 谁也不想把事情闹得太尴尬 我们尚赶着过来和解 你们还是这种态度 这就有点太过分了吧 不等陈秀玲开口 病房里传来了丁斌的声音 滚 回去告诉你吧 让她等着 等我出院 我跟她没完 年纪偏小一些的男人文言 顿时伸手指着门领 你跟谁说话呢 再说一遍 话音刚落 手腕处突然多了一只手 强行将她的胳膊按下去 众人侧头一看 陆宇迟好看的脸上唯有冷漠 淡淡地说 说话就说话 别这种话叫 人家比你爸岁数还大 许是陆宇迟个子高 也许是表情太过不善 两男一女健壮 其中女人说 你不知道怎么回事 两家老人因为误会动了手 我们尚赶着过来探望 还被骂个狗血喷头 那你知不知道 你家老人养狗不拴绳 狗不懂事 人还不懂事 年长男人脸一拉 你谁啊 年轻的男人盯着陆宇迟看了半天 某一刻恍然大悟 啊 你就是那个 跟他家儿子在一起的风带吗 陆宇迟面不改色 对面另一男一女 神情意味深长 仿佛看到了活病毒 陈秀玲对陆宇迟说 你先走吧 陆宇迟平静地地上拔纹盒 阿姨 给叔叔带的汤 他回去后亲手熬的 陈秀玲没看陆宇迟 伸手接过 陆宇迟偏向对面的三个人 看够了吗 想看出来看 别跟这一想别人休息 年轻男人把气撒在了陆宇迟头上 故意提高声音说 你管我在哪呢 医院你家开的呀 都光明正大在一起了 还怕人说啊 陆宇迟一闸不闸地道 我再问一次 你们走不走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